大家好,歡迎來到馬迷世界的環節 又是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都會跟大家講一下關於賽事,怎樣投注 所以剛才看到的投注畫面出來 在我未講之前,有時探討一下怎樣看一場賽事 或者怎樣用一個有效的投注方式 就算同一個賽果,你都可能不知道 那個形勢或者投注方式怎樣才是最好的 當然,彈飾四重彩當然是最好的 又可以跟大家臨收工分兩塊威士忌 很開心 未講之前,如果未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按我右手邊的四星龍珠 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接下來就要講一下 有一場賽事,那兩場都很值得跟大家講 我自己不是好看好賽翰的馬,即是昨天 除了那一隻,其實兩隻都有隱憂 例如第九場裡面,你都會見到 我本來都把賽翰那隻不是放第一選的 神之水滴,只是放第三選的 即是證明這隻馬太過好分 即是如果真是這麼容易贏的話 那我放了去比較後一點的位置 放第三,那你會見到 其實我是看好事事順意這些 仰了那麼久,即是師傅熱滿 看看徒弟羅富全那隻可以不可以 縮程呢,莫雷拉大熱 又看田泰安這隻縮程馬可以不可以 縮到1200 跟著呢,如果都不滿意呢 都還可以看一下 有些質素的無敵勇士 這3匹128,我覺得都值得留意 下場呢,有哪幾隻好呢 我覺得順勢贏和必詳勝這兩隻就很穩膽 在頭柱上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都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制衡 可以擴大最佳利潤 但是呢,可能要分兩柱非才行 就視乎你覺得哪樣好些 例如我不看好前面神之水滴的 當然除了神之水滴之外 你在媽寶的場次裏 你其實是可以不要神之水滴 全部都要了 小朋友才做選擇 但是剛才我都說了 一意事事順意粗了那麼久 甚至乎王詐宿程 又或者無敵勇士那些 叫他有些質素的 但是下面呢,我對下面 何制堯三隻女見威不騎 選擇這批他有些信心 另外還有這個必詳勝 萬補束應該有些好處 試一下,260元 我覺得都值得可以試 好了,今次呢 投注的推介或方式就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些得著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再見 你們